音樂 我收藏萬錶 就機械錶來講 我大概從28歲開始收藏機械錶 那28歲以前的話 是讓我從幼稚園就開始 配戴兩支手錶去上學 所以我的配戴手錶的歷程 是從小就開始的 也是養成我一種日常生活的習慣 喜歡手錶的原因是因為 它可以每天戴 其實鐘錶幾百年來 對人類其實它本身 就有一個莫名的吸引力 字錶的工藝又越來越精進 你就可以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很奧妙的東西 我對於手錶的欣賞 是來自於這一個錶廠 或者是這一個製造者 或是這一個品牌 它可能在這一支手錶上面 放了藝術性的所謂法輪會 或者是放了它品牌的故事在裡面 所以對我來說 我收藏這些東西的方式 會比較連結自己的想法 那兩邊有共鳴的時候 我就會去收這支錶 一般我們收藏錶 首先當然就是會關注到瑞士的鐘錶 在東方 其實離台灣最近的應該就是日本 那有這個從以前金公社 差不多110年以前就在製錶 而且是傳統的那種機械錶的工藝 那這種歷史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吸引我的一個重點 這幾年的收藏來講的話 Omega它的錶款的穩定度是最高的 然後再來就是尤其它的鏈帶 它鏈帶佩戴在手上 是我目前佩戴過所有的品牌裡面 我覺得是最舒服 所以我現在才會 蠻鍾情於收集Omega這個品牌 這邊這一支是寶基的一個芝麻鏈駝飛輪 它的設計上面能夠具有一個以前古典的那種 懷錶的一種結構 還有視覺上的一種美感 其實我對手上鏈跟自動盤 我還是有一點偏好手上鏈 如果是我選的 我應該會買這一支 你要戴這支手錶 你不是只有調時間 你要出點力 那其實轉發條這個事情對我來講 是一個療癒很療癒的一個事情 如果以50群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穩定 然後功能非常成熟的東西 既然潛水都可以的 所以一般的運動 騎腳踏車 或者我們出去外面玩 其實50群這支手錶是非常適合的 關於SEIKO來說 它們有一些錶款 它上面會融入日本傳統的工藝 就像我手上這一支 它的看起來黑漆漆的一面 但是它其實就是用日本的這個生漆 一種這個做法 而且它一般的漆是不一樣的 101辦這個 World Masterpiece的活動 也有幾年了 那有幾次我也有參與 今年的特色就是以表具的概念來舉行 我的完表心法就是終其所愛 那去選擇一款真的適合你自己 自己喜歡的表款 而勝過於是水波逐流 現在流行什麼 那你就去追什麼 我覺得這樣來得恰當 101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有辦法 把所有厲害的品牌 全部都集中在這邊 那所以我覺得 對於每年的101 這個World Masterpiece來講的話 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大家好 我是香港的Carson Chan 一個鐘錶的愛好者 很開心可以今天在這裡 和台北101World Masterpieces的朋友們 分享一下我對收藏的一些看法 我收藏了手錶 大概有20幾30年的時間 總數量一直在累積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手錶 不過我覺得多少手錶 重要性不大 最重要的還是說自己喜歡的 有收藏到有意義的 這些還是比較重要的 我也不方便跟大家透露 到底有多少手錶 因為我太太也不知道 我是一個比較喜歡 機械上面特殊的地方的一個收藏家 我覺得收藏手錶跟收藏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可以收藏到1加1大於2的效果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不覺得手錶收藏的數量越多越好 我反而覺得越精越好 我想我在未來的時間 希望能把自己的系列精選一點 把它收窄一點 不過呢 它的品質要提升 謝謝